港隊帶著兩年勝 入九球、零七球的氣勢 續客來到保安體育場硬砍中國 不過因傷缺席上兩場的陳偉豪今場復出 不過踢了短短三分鐘就雙出 影響了部署 中國隨即強攻 先有隊長鄭志芳冷戰中處彈出 在同一分鐘 再有于漢超推過龍門起腳 被基南馬在最後一刻而封門 港隊在這段時間捱打 幸好仍然是力度不失 上半場中國大部分時間都是取得控球權 已經有多次的黃金機會 港隊全靠門柱幫手 原半場守住零比零 上半場中國拿到超過七成的控球權 緩變之後繼續由他們主導形勢 舞女的射門被葉鴻輝飛身拓出 信心回來了 葉鴻輝再一次發揮他的降門本色 港隊教練金判坤賽事講到明 要以羅分為目標 即使中國全場水銀卸地敢攻 不過始終攻破港隊的防線 急了急了 中國越急越亂 後面多了空位 港隊有機會的 不過墨基金牆的腳鋒不是那麼順 都不要緊 港隊在極度劣勢之下 將賽前的目標拿到手 零比零是最後的比分 香港作客之下 仍然能夠在中國身上 拿到寶貴一分 球迷們絕對值得掌聲鼓勵了吧 我